震惊我国社会的甜心风暴持续的发酵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天发文指出 将联合警方对约会平台Sugarbook展开调查 同时也提醒民众注意各自安全 严防有心人骗财骗色 另一方面警方也透露 再有一所大专针对此事投报 他们已经开档调查有关约会平台 是否涉及卖淫活动 约会平台Sugarbook掀起的争议继续发酵 继首相署和高教部要求有关当局 彻查Sugarbook之后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今天发文证实 会联合警方展开调查 一旦发现有关平台违法 将对业者及用户采取对付行动 而如果平台涉及卖淫 将由警方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此外当局也提醒 除了Sugarbook 网络还存在许多类似的约会平台 促请民众提高警惕 避免泄露隔资 这是因为软件用户能够随意伪装成他人 并对受害者骗财骗色 另一边乡 武器安曼罪案调查局总监拿督胡思尔表示 除了部分民众外 警方也接获一所国立大专的投报 要求彻查这款涉及不道德行径的网站 与此同时 警方也正和国立大专管理人接洽 探讨是否存在大专生出卖肉体的状况 他也欢迎所有国立或私立大专 提供警方相关情报 胡思尔表示 现阶段他已经指示反贩卖人口和反贩运移民组 以及反风化赌博和黑社会组展开调查 他们也会深入调查 Sugarbo是否涉及抵出刑事法典第372 利用他人进行卖淫活动的非法勾当 案件也将会在刑事法典第505之B 教唆大众违法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 不当使用网络服务条文下展开调查